大家好,我是四季萌芽 本期要介绍的角色是雏田 雏田出生于木叶村日向一族 这是个奉行宗法制的古老家族 雏田作为宗家长女 从出生起便背负了继承家族的重任 但她身性温柔善良 不喜欢打打杀杀 成为一族执掌并不是她的心愿 可她又是个缺乏主见的孩子 面对身为组长的父亲和长老们的安排 只会言听计从 不过童年阶段 三个重要的人改变了她 分别是宁次、名人和花火 和雏田大小姐不同 在雏田三岁生人的亲生会上 零次第一次见到她 就觉得这个女孩很可爱 但她父亲却严肃地说 你的命运就是保护雏田大人 那时零次还不太懂 她只当是像哥哥保护妹妹那样 日向家传承了血迹献解白眼 和配套的体数柔拳 零次拥有极高的天赋 被狱队内百年来的天才 在后辈的切磋中 雏田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切磋结束后 雏田对零次吐露了心声 我不喜欢练习体数 要是零次哥哥能代替我继承家族就好了 零次则信誓旦地说 我会帮你变强的 而且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 然而很快 他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巨变 当天晚上 零次被打上了名为龙中鸟的咒印 这个咒印就像紧箍咒一样 是宗家对分家的绝对支配手段 而且会封印一部分白眼的力量 只有宗家才能闯成完整的白眼 而分家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宗家 看到零次痛苦的样子 雏田特别自责 一直不想努力 总是轻易放弃了自己 根本不值得零次哥哥的牺牲 他逃出家门 一个人在寒冬黑夜中 没有方向地行走 也是那晚 他遇到了名人 此时小名人正晃悠悠地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小女孩蹲在路边哭泣 便去牵她的手 想把她送回家 零次贴她的手 想把她送回家 零次贴她的男孩 大人们似乎都叫她 令人厌恶的九尾 但她看起来却很乐观 到了零次贴她的家门口 名人不禁感叹 零呀有个这么大的家 为什么还要哭呢 像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但从来都不哭 初田从小男孩的话语中 感受到了孤独 以及令人心酸的坚强 把她的乐观给了初田勇气 再面对令人喘不过气的家族 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后来初田曾被村里的几个小孩欺负 又是名人跑来帮她解围 她大喊着 我家漩涡名人是未来的火影 然而此时的她 其实是个弱到不行的吊车尾 虽然名人英雄救美的身姿 远不如她爸 但初田还是喜欢上了她 并非因为明明很弱 还为她挺身而出 她真正喜欢的是 名人不服输的坚强和勇气 受到排挤任越挫越勇 要证明自己的强大内心 对初田来说 名人就是她向往的榜样 她一改爱哭鬼的样子 开始努力修炼体术 无论要不要当组长 她都要有保护家族的力量 后来初田有了一个妹妹 是比她小五岁的日向花火 如果说宁茨和名人 是在心理层面影响了她 那花火可以说是在物理层面 改变了她的命运 花火是个妥妥的解控 在她眼里 姐姐温柔又强大 是她最崇拜的人 而初田因为宗家继承人的身份 越来越忙 但她仍会在训练结束后 陪花火玩耍 只是常累的半路睡着 看到姐姐每天弄得灰头土脸 甚至还会受伤 花火忍不住好奇担心 便跑去训练场偷看 看到林茨哥哥把姐姐打伤 额头上出现了奇怪印记 痛苦万分 小花火第一次感受到了 家族恐怖的一面 某天她看到姐姐一个人出门 悄悄跟了过去 她发现她最崇拜的姐姐 在一脸憧憬地偷看一个少年修炼 花火意识到 姐姐想过的可能并不是现在的生活 花火不再贪玩 开始拼命地练习柔拳 族中长老很快注意到了花火的飞速进步 于是开始考虑费长力诱 最后初田和花火进行了一场公开比试 决定谁得当宗家的继承人 比试开始后 光潮的族人们纷纷惊叹 他们两个都很厉害 经过多年苦修 初田早就不是吊车尾了 只是平时的对手是宁次 才会显得易直输 而花火的天赋的确很优秀 但毕竟小了五岁 实力还是差了些 初田很快就找到了花火的破绽 但她虽然不再软弱 却无法改变温柔善良的天性 她无法对妹妹下手 最后初田在放水中输掉了比试 也失去了宗家继承人的身份 她就像被竹筑家族一样 被送去了忍者学校 送出助攻的花火 则接过了姐姐的重担 在忍者学校中 初田终于能近距离接触名人了 但她却发现名人 似乎有了喜欢的女孩子和男孩子 原本就和内向的初田 只好默默地暗恋 迟钝无比的名人 则完全戒不到她的心意 直到中文考试的时候 还觉得她是个 一看见我就会一开视线的奇怪家伙 中文考试的第一场 初田正好坐名人旁边 这是一场考题极难 重点考察情报搜集能力的比试 对于初田来说很轻松 但名人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初田不希望名人在这里被淘汰 于是悄悄把卷子挪过去接她抄 不得不说初田这里有些欠考虑 这场考试虽然允许作弊 但以这种拙劣手法 如果被发现满五次 不仅会害了名人他们 还可能连累到自己的队友牙根治奶 但毕竟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姑娘 看到喜欢的人遇到困难 不假思索地想要帮她也可以理解 中文考试的第三场 名人暴冷战胜了全种牙 改变了大家对她吊车尾的看法 看到名人终于被认可 初田打从心里替她高兴 还鼓起勇气递过去一罐疗伤药 名人则大煞风景地说 谢了 你真是个好人 接下来的比赛 初田遇到了大麻烦 她的对手是曾交手过无数次 从那边赢过一次的宁次 同队的牙劝初田弃拳 那家伙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打得遍体鳞伤 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初田和宁次的关系早已不是兄妹 当年 在宁次被打上龙中鸟周应后 又随即发生了 初田被于宁村使者劫持的事件 初田的父亲杀掉了于宁村使者 而于宁村反咬一口 要求木叶交出杀人凶手 宁次的父亲代替初田的父亲 被交了出去 从那以后 宁次开始憎恨宗家的一切 在族中他无法反抗骤影 只能憋屈地陪初田过家家 现在终于要进行一对一的实战了 他丝毫不打算留情 但初田不打算放弃 刚才名人的战斗鼓舞了他 他也想在名人面前证明自己 宁次哥哥来一决胜负吧 看起来并不花哨 但实则每一招都极为凶险 日向家的柔拳在白眼透视能力的辅助下 能够将查克拉精准打入穴位 哪怕只是轻轻蹭到 也能直接破坏内脏造成致命伤 就连最上场体数的小李 都认为柔拳是木叶最强的体数流派 而初田毫不胆怯 和宁次针锋相对 但随着宁次一掌击中初田的心脏部位 两人的对攻戛然而止 初田狂吐了几口鲜血 重伤倒地 不过他并没有认输 因为名人正注视着他 给他加油 从前的初田是个性格柔弱的爱哭鬼 于是常会轻言放弃 被族中长老们看不起 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好几次都想就这样认命算了 但名人的出现给了他改变的勇气 此时此刻 他想让名人看到 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坚强的女人者 初田突破身体极限站了起来 重新摆好了架势 然而宁次是小李奎连八门盾甲 想要舍命挑战的对手 被三代火影评价为 日向家有史以来的天才的男人 他们之间的实体差距 不是靠决心和勇气就能够弥补的 一轮激烈对攻结束后 初田的心脏再次受到了重击 裴老师叹了口气 真可怜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对宁次的手段再了解不过 童子感到欣慰 虽然输了比赛 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做得好 初田这一战的表现 已然让大家刮目相看 然而正当裁判要终止比赛时 名人喊道不要停止 因为此刻的初田仍然没有放弃 他又一次挣扎着爬了起来 这下宁次彻底愤怒了 明明曾是个懦弱的吊车尾 却一次又一次不认命地 爬起来挑战自己 如果只靠决心和勇气 就能够改变命运 那他为什么无法改变 自己分家的命运 宁次不再防守 而是带着强烈杀意 攻向了初田 不过在场的三名上人 和裁判同时出手 制住了他 他们看得出来 这一集初田必死无疑 随着比赛被终止 初田心事一唱 昏死了过去 听到医疗班说 这样下去坚持不过十分钟 明人震住了 还没想到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 拼到了如此地步 宁次严肃地说 给你两个忠告 是忍者的话 就不要做给别人加油这种傻事 还有 吊车尾就是吊车尾 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明人抓了把初田的血 向宁次回应道 我发誓一定要打败你 初田拼命想证明的东西 就由他来证明 后来的正赛中 明人真的对上了宁次 在全身穴道被封锁 连茶喝都无法凝聚的情况下 明人使出了九尾的力量 打败了宁次 或许只靠决心和勇气 很难改变命运 但要是开挂 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后 宁次得知了父亲 当年死去的真相 原来他并不是 被分家的宿命逼死的 而是为了保护村子 家族和兄弟 主动选择了牺牲 多年来的心结终于解开 宁次不再憎恨宗家 值得一提的是 初田在观战时 因旧伤复发昏倒了 在随后发生的 初田说后想要去救初田 初田的好队友牙 则十分在意 他说我也去 初田可是我重要的同伴 而且你对他不安好心 其实一直以来 牙都对初田非常关心 不过他们之间 应该是纯纯的友情吧 终于考试结束后 初田意识到自己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 宁次则主动提出陪他练习 这是他们最初的约定 我会帮你变强的 后来名人跟着自来 也外出修炼了三年 初田则在宁次的帮助下 开发出了新人数 用查克拉形态变化 强化柔拳的柔布双尸拳 外表已从一个短发小姑娘 变成了长发女神 不过他的性格 还是一如既往的内向 好不容易等到名人回村 却由于过于激动和害羞 一分钟内晕倒了两次 在之后的第二次 左助夺回行动中 初田首次和名人一起执行任务 初田所在的第八班 是木月最全面的侦查班 在他的白眼 牙的嗅觉 只乃的无人机搜索下 顺利发现了左助的行踪 似乎正要和宇之波又开战 名人等人火速赶了过去 但半路冒出了一个神秘面具男 虽然看起来滑稽 却让他们寸步难行 最后他们去迟一步 左助和宇的战斗结束 不见了踪影 后来木月遭遇了 小组的首领佩恩的入侵 卡卡西阵王 五代护影钢手重伤 村子也被夷为了平地 在最危急的关头 名人学成仙术归来了 此时村内所有忍者 都和名人的实力相差甚远 因此他嘱托钢手 请大家不要插手 但与佩恩大战了三百回合后 名人还是败了 不仅被黑棒插在地上 动弹不得 就连嘴盾都输给了佩恩 意志都差点动摇 这一切被初天的白眼 看得清清楚楚 他想立刻去帮名人 但他身边的忍者却说 加入到那样的战斗中 只会妨碍名人 可是名人都已经快死了 弱小不是袖手旁观的借口 无论帮不帮得上忙 总得尽力试试 钢手大人的确曾下令不准出手 但不遵守规则的家伙是废物 不正惜同伴的家伙 连废物都不如 而且初天不忍心看到名人 一个人孤立无援的样子 如果会死 那就陪他一起吧 初天只身冲进战场 来到了名人身边 名人责备地问他 为什么要过来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初天深吸一口气 笑着说 因为我最喜欢名人了 突如起来了狗粮 让佩恩有些翻愣 初天趁机击碎了一根 封锁名人的黑棒 佩恩回过神来 随手一发神罗天真 把他弹飞了 不过初天没有放弃 使出了新绝招双十拳 和佩恩仗成一团 此时操控佩恩的长门 正好喝了口血 初天抓住机会 又击碎了一根 但到此为止了 在初天努力地想要 拔掉最后一根黑棒时 佩恩将他抛至高空 又重重地摔落到地面 随手抄出一根黑棒 刺向了他 看到这个场景 看到初天的鲜血 名人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从小是个孤儿 被大人们视为 令人厌恶的酒尾 被同龄人视为吊车尾 为了被大家注意到 他在火影沿上恶作剧 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同 他才想要成为火影 他不敢奢求有人会爱他 在孤独的道路上 坚强乐观地前行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原来有个女孩 从一开始就认同了他 在他最卑微时 就喜欢上了他 然而当迟钝的他 明白女孩的心意时 这个女孩又为了救他 生死未步 名人瞬间暴走 彻底失去了理智 不仅捏缩了初代火影的 封印项链 第一次进入了八位状态 还差点就把九尾给放了出来 虽然失控暴走并不是好事 弄不好名人会被九尾夺去身体 但就结果而言 挣脱了黑棒束缚 大幅消耗了佩恩的力量 最后尤印四代的灵魂封印 平安无事 可以说非常完美了 雏田的挺身而出 让名人在商丘水尽时 有了翻盘的机会 之后长门被嘴顿 用卢徽天生复活了这一仗的死者 不过雏田其实本来就没有死 佩恩的耐机并没有刺下去 或许是他在初田身上看到了小男的影子 此战过后 名人成为了木叶的英雄 获得全村人的认同 初田也得到族人们的认可 而他和名人之间的关系 终于从暗恋向着双箭头发展 只可惜此时的名人根本顾不上恋爱 名人为了抓他 刚刚才把木叶村给炸了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自称与直播班的人 直接掀起了忍戒大战 指明要抓八位九尾人助力 于是名人和其拉比连夜出海 走到一座小岛上研究新卦了 后来名人学会了九尾模式正式参战 但他们所面对的敌人 袋土 石尾和班太过强大 袋土控制石尾使出大范围的木盾千叉之术 让忍者联军失衡遍野 为了保护大家 名人不断用螺旋手里剑击落木桩 最终筋疲力尽 下一波千叉之术袭来时 他自己都躲不开了 初田毫不犹豫地挡在名人身前 打算牺牲自己 可宁次跳了他们上空 抢先一步用身体挡下了木桩 他彻底完成了和初田最初的约定 我会帮你变强的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 因为同伴的死 名人受到打击 差点又失去理智 而初田温柔了一巴掌 将他拍醒了 初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当名人最困难 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他都在他身边 名人紧握住了初田的手 两人的关系彻底锁死 如果宁次一时尚存 一定会很欣慰 用生命给内线的妹妹拉的红线 总算没有白费 大战结束后 又过去了两年时间 正乃当了老师 牙卖起了狗粮 红老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花火正在成为日向家 最优秀的女组长 而初田和名人 这两个从小就穿棉袄新女装的人 终于在所有人的祝福下结婚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四季萌牙 我们下期见